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纠结 是吧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向客户收样品费 担心什么 客户这个什么 不愿意付样品费 从而把这个单子丢掉了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付 如果我们来付样品费的话呢 有可能怎么样呢 这个付了以后没有没有成效 是不是 那么做业务的这个朋友啊 有可能担心老板 是吧 对你这个有看法 那所以说这个样品费到底该谁来付 我们怎么跟客户去沟通 对吧 这个实际上呢 是一个什么 是我们在日常外卖业务当中啊 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根据我自己这么长时间 今天来看呢 我发现很多业务人员在这一块 有的人好像做了很长时间 这块也没有 也没有把它理清楚 也没有理清楚 呃 所以后来呢 实际上好像好像说美公司好像都有什么硬性要求或什么的啊 但这种要求也好 规定也好 未见的就正确的 未见的就是合理的 所以说呢 我们我就单独把这个样品费啊 把它单独拿出来 做一个这个 做一个做一个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这个视频 那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吧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这个 我们这里只讲什么 只讲样品费啊 只讲样品费 是吧 这个呢 我把它放到什么 放到这个营销 营销沟通这个环节来给大家去分享 在这个环节里边 那么我把它做什么 做一个内容营销啊 去分享 这里 我们就不去讲你怎么去计较 我们只是谈样品费 我们怎么跟客户去谈 我们或者怎么去制定一个合理的啊 样品费 该收不收 或者怎么去收取的一个原则 怎么跟客户去分这个 这个合理去分配这个样品费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样品费呢 我分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呢 是买家的样品费 博弈的这个要素分析 这个部分 我们主要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常做帽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就是买家 算在买家的立场 他通常就不愿意去付这个样品费 是吧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 是吧 那么这里他他不愿意付呢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原因 我们要去分析啊 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愿意去付 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说 当然这个就是他不愿意出费用 我们不要这么去看这个问题 对不对 他他不愿意付肯定有他的一些原因 或者说理由 或者道理 是吧 这个我们待会去分析 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卖家的样品费 博弈要素分析 就是说我们工艺上来说 我们怎么去去分析 在这个激样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那么各种要素 我们我们怎么去把它调配 第三个呢 是我们如何去合理的选择样品费的策略 是吧 这个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分这个三个部分来讲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买家的样品费的博弈这个要素分析 这里呢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博弈的这个天平 按照这个栏来做分析 一个是买家的这个这个收益 我们就是这个样品 我们在样品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当中 买家的收益 是吧 第二个买家的成本 第三个呢 是买家的风险 第四个呢 是这个 一个关于这个博弈主动权的一个问题 我们把按照这四点来讲 那么第一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买家的一个收益 收益这个我觉得呢 没有什么好多讲的 收益呢 这个买家获得样品 它得到的好处肯定是 第一它能够了解什么 你也就是了解你实际这个这个产品怎么样 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准 是吧 这个第二个呢 它对产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直观的一个了解 第三呢 比如说 如果它是中间商的话呢 那么他就能够拿到一个实样去跟他的怎么下家 比如说零售商啊 或者说这种 比如说这个大的超市啊 跟他们去谈 对不对 所以说对买家来说 他通过这个样品获得的收益 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讲 这是非常明确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 看看这个买家在这个样品 就是如果如果他要这个为这个样品付费的话 那么他可能需要这个付出一些成本 就是他怎么就站在买家的角度 他怎么去看这个成本啊 那么 我们说一个采购商呢 他为了采购一个产品 他可能往往通通过什么 通过多个供应商去这个寻求这个样品 而且呢 根据经验来看呢 多数他获得的样品啊 是不大可能最后承担的 对吧 也就是说他向100个供应商这个索取样品 可能有80个给他样品 最后能够承担的可能只是其中两到三家 那么其余的可能怎么样 都是都对他来说什么 这个都是不可能都不可能成交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 如果说 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如果每一个样品他都要付费的话 可能对他来说这个成本就比较高 是吧 那么这个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就是一种是一种浪费 这在他的角度 可能是这么去考虑的 特别是你像这种 像这种中间商的话 中间商是比较典型啊 就是他这个 如果他把这个样品费他都付了以后 是吧 那么他下家 就他的这个下游的采购商 到底对这些产品是不是满意 他还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如果最终 最终不能够 他如果不能够做成订单的话 那么这个他的损失啊 可能就更大 再比如说这个 一些百货公司类的 百货型的这种买家 比如超市啊 这种大的超市集团 对吧 那他这个采购数量和品种就是非常庞大的 这个数量非常庞大的 然后如果说他对这个 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供货商 每一笔这个这个交易 他都去这个什么都去付这个样品费 包括派帝费 对来说不光是钱上面承受不了 那么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运营成本上 其实也非常高啊 这个我们到后期 后面跟大家讲这个样品 样品呢 样品其中的时候会高 会跟大家说这个 其实这个大买家 他这个采购流程是非常复杂的 是吧 有时候你可能看见是几十美元 就是样品费加这个什么快递百分几十美元 但是对他来说 他审批过程非常复杂 所以说呢 嗯 如果说他每一个供货商 他都要去走这个流程的话 对他来说这个成本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说如果你有做大客户的大买家经验 你会发现的绝大多数的买家 是不大可能去给你支付什么 支付这个样品费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提前要把它要把它了解一下 再 再比如说的话 你像这个大大企业里边 他的这个采购员 甚至于采购经理 实际上他怎么 他就是个办事的 是吧 就是个办事员 对不对 那么 如果说 如果说公司没有给他这个预算的话 他总不至于说自己出这个钱来出个样品费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 这个如同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出货鞋来说的话 如果公司不同意你这个付这个样品费的话 那你也不可能自己垫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都是怎么样 在这个样品这个 沟通过程当中 买家对成本的什么 对成本这块的一个考虑 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不要认为说 那样品费好像很便宜嘛 就不就几次 就连快递加上这个样品 是吧 因为有样品很这个价值货值很低嘛 那么那就可能就是一 就是一两百块钱人民币 这个买家的不愿负啊 觉得这个买家好像是不是这个很小气啊 甚至于怀疑没有诚意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要这么去看问题 有没有再来 首先再来买家角度去了解 他是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他怎么去看这个成本的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是是成本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买家怎么去衡量这个关于样品费的一个风险 嗯 这个 我们有时候啊 这个 我们很多供应商 肯定有这么一个样品费的策略 就是跟买家谈 那么有买家来支付这个样品费 如果最后我们能够合作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费用怎么样呢 会会退给这个买家 是吧 这是我们通常那种思考模式 但是在那买家的角度来说呢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过啊 他其实心里很清楚 多数供应商啊 多数供应商的这个 这个样品过来呢 它是不大可能去跟你合作的 或者不大可能去跟你采购的 所以说 绝大多数的样品对来说 一旦他付了样品费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种成本支付兴趣 换句话说 这种成本这个挽回的风险是 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所以说呢 买家对这个什么 对这风险 对药米费这个风险应该说呢 非常非常敏感 因为事实也是这个样子 是吧 多数是不能成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这块非常非常非常这个什么 非常非常在意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风险 第四个呢 我们看看最后 我们看看这个关于这个主动权 就是关于在药米费这 我们跟买家去沟通去博弈 是吧 去谈到底谁来付的时候 那么谁谁真的在那主动权呢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 那我们看一下 总体来说呢 我们可以这么分析啊 总体的主动权在 在买家手上 在客人手上 多种情况下是这样子的 除非 除非啊 你的你的产品很有特色 或者说你的价格很有优势 或者说你的开发能力非常强 你挖掘出来客户的趋势 让客户对你怎么样 就一见钟情 觉得你非常ok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怎么样 你让他去付亚米费是有可能的 但多数情况下 根据我们今天来看 目前我们大多数的业务人员还不具备这块能力 那么包括我们产品来说 又是一种同质化 同价格的一种产品 所以这个很难去有一种什么 一种优势 所以说这个主动权往往什么不在我们手上 往往在买家手上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掌握主动权呢 我大概总结了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一般来说 他有多个供应商的选择 是吧 那么 他不可能找你一个人下样 是吧 他们他一般是一批邮件发出去 那么有很多供应商都收到这样的邮件 他同时会跟很多人谈 愿意免费寄样的人肯定是肯定是有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发的邮件越多 一定是能够寄样的什么供应商怎么越多 对不对 那么你可能你觉得这个供应商啊 你觉得这个买家啊 不愿意付样品费 没有成一活怎么怎么地吧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怎么愿意愿意给他怎么去 去给他免费提供这个样品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对你来说 你的竞争机会就会大幅度下降 什么买家是无所谓的 买家可能觉得你的样品费你都不愿意出的话 那么后期合作 可能你的这个后期有很多东西 他会评估你是跟不上的 是吧 我们先不去谈这个他的想法合不合理啊 这是他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 所以说呢 因为他有多个供应商选择 那么主动权怎么在他手上 第二个是一种情况就是 他其实现在有已经很稳定的供应商 那么他这次来怎么样 他这次来寻家也好 或者什么的 他就要找备胎 就找一个是吧 未来能够怎么样 有可能去填补现有供应商的这么一个 这个什么一个备选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他来说 他要不要马上去选择一个这个 并不是 并不是很重要 也就是要不马上跟你下定他 根本就是不重要的 你愿意给样品就给 不用不用给 你不愿意给样品怎么样 他不说话 他可以怎么样 他可以慢慢再去找 总会能找到怎么样 有这个给样品的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他已经有了什么 有了一个稳定的供应商 那么这个时候你去找他要样品费 是吧 而且他还不知道你的产品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他付这个样品费的几率 其实非常低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这几点啊 通过这个收益成本 风险和所动权 就是跟大家明确就是你要去理解 为什么 在我们跟客户谈这个样品费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感觉很被动 是吧 我们总是很纠结 对不对 其实你换个角度 你站在买的角度 你会发现他并不纠结 我们讲这么多 其实你会发现什么 他其实并不纠结 对不对 你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什么 不愿意给拿到 除非你真的 除非你真的很有很有优势 但是我相信一点 真的很有优势 是不会在这个地方很纠结的 我觉得我说这种话也很客观 你真的这一块就非常有优势的话 你的业务应该做得相当顺的 你也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给客户计价格 或者什么的 这不是一个什么 在这一块有很有优势的一个工艺上 能够体现出来一种一种特质 或者说特性 所以说这里 我们首先了解 就是买家他的样品 他的样品博弈要素 这四个要素 我们看看 基本情况是这样子 所以说总体来说呢 他站在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位置上面 好 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看了买家了解的对方 是我们自己自比 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做卖家来说 我们的样品费 博弈要素 是吧 我们也来进行一下 就是一个一个仔细的一个分析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分析呢 我们也是从这么几块来说啊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收益 第二个是我们相应的成本 第三个是我们的风险 这里我们就不谈主动权了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 主动权的话 基本在买在手上 是吧 这里我们就不去再做这个 这个进一步的讲解了 我们就讲这三块 是吧 那么这个 我们首先来说这个收益啊 收益这个我还没有写 我把它写出来吧 ok 那么这个收益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我们通过进入这个样品 我们大概能够得到的这个这个好处是什么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成 如果能够跟这个客户合作 我大概能够得到多大的一个订单量 那这个是我们衡量这个 我们记忆样品的时候 一个收益的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不对 在这里呢 我就随便列举两个 一个就是客户类型 客户类型就比如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 你如果想了解这个客户 他大概订单量的话 在没有在没有实际的这个数据拿到手上之前 那么你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这个客户客人的类型 大概判断一下他订单量有多少 那么比如说他是他是这种大的进口商 还是你这个产品在国外的代理商 还是批发商 还是零售商 还是终端用户 是吧 这个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这个客户类型 那么你就看看他属于哪一种类型 然后根据你这个行业的经验 你可以推一下 是吧 他是某个国家的客户 那么他大概的订单量有多少 那么我给他积样 是吧 如果成功的话 我这个 我大概能收回多大的一个这个什么 一个收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是客户类型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你可以直接去询问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生意啊 我们可能业务员这一块 可能有有稍微有一心理障碍 觉得直接询问是不是不太好 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儿很直接的 你可以直接询问他 是吧 你这个订单量大概有多少 是吧 这个去询问没有关系 当然可能你会担心客人怎么样 客人 说这个话 可能是不是不靠谱 对吧 跟你说 我可能有这个每个月下两个月 怎么怎么地 说了很多 是吧 但是其实呢 到最后呢 没有那么多 这个呢 你可以结合第一种方法 就是评估一下他的这个客户类型 对不对 如果他的量和他的类型极度不匹配的话 你完全可以直接问他 是不是 那我就是你这个量的话 你在这个国内的话 你大概在多大的比例啊 或者怎么地啊 你可以去询问他 经过这个沟通 是不是来看看你这个获取的收益 大概有多少 是吧 因为我们说 到底最后决定要给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样免费策略的时候 你这些决策要素啊 你在拿出来什么 拿出来做分析的 对不对 你不能盲目的去制定一个这个样免费的策略 那么这个呢 是收益啊 这个我觉得呢 应该说没有什么太难理解 基本上这么个概念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这个成本 就是我们去支付这个样免费 那么我们这个大概的一个成本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 这个指标 那么就是这个样品的成本呢 基本上呢 有两部分构成 第一个是打样费 或者说就是你的样品的这个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 是吧 这个这个成本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运费 那我们说这个运费 运费的话呢 一般来说 样品我们可能都是用种的国际快递 是吧 这个这个空运给这个客户 那么所以说基本上呢 我们的样品差不多都这种 嗯 数量就是体积啊 比较小 重量比较轻的 是吧 这样的这个产品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运费这块 基本上这个数量呢 这个是什么 是可以相对比较固定的 是吧 除非这个 这个 除非你的产品呢 是那种比较重的啊 比较重的 虽然货质不是很高 但产品很重 是不是呢 那么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殊去核算一下 是吧 你这个运费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那么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个是这个费用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那么第二个呢 比 可能这个浮动弹性比较大的是什么 是这个打样费 那么 如果是你是一些现成的一些产品 是吧 样品是里面现成的一些产品 或者比较低的产品 那么像这种产品的话呢 它这个打样费呢 是比较低的 是吧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啊 你就是客户啊 提出了新的要求 就在里面有技术 还有新的要求 比如说有这个新的设计 是吧 让你这个 在现有技术上的做一些这种改进 那么就可能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款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甚至有可能要怎么要去 要设计到一些模具的这个模具的一些生产 是吧 那么这个打样费的成本 就非常非常高了 比如甚至有时候 比如说是 这个几个模具下来 可能有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情况都有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打样费就是一个非常高昂的一个费用 所以说呢 我们说合算成本呢 基本上是从 从这两块 从这两块去看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一下 到底这个费用多高 这个我们就应该有客户出 或者说怎么去怎么去双方去协商这个 这里我们先不去看 我们这里 待会我们到这个样品策略里面再讲 那这里我们就是分析 就是说 一个是收益 是不是 一个是你的这个成本 是吧 这是两个 两个就是说在我们决策这个要素当中 或者博弈要素 博弈天平要素里面 是吧 我们要去衡量了 是吧 一个是收益 一个是成本 对不对 我们要从这个这个角度来看 大概大概那个成本 你怎么去合算 是吧 你把这个价格把它合算出来 当然这个 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工作经验来看呢 这两块还不是我们这个比较纠结 关于要面比较纠结的一个要素 是吧 我们其实最纠结的是什么 是这个客户啊 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订单 是吧 我辛辛苦苦给他打了一样 花了钱 对不对 我这个把样品给寄过去了 结果他没有订单 这个让我们觉得什么 觉得这个很头疼的 是吧 所以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说要素分析的第三点 是吧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 其实对我们 我们供应上来说 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 更看重的是这个 是这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他不像这个 我们说在买家的这个要素里面 可能他最关注的是这个成本 而我们其实最关注的是什么 是这个 是这个风险 我觉得 second吧 总体ranch二口水短的顺cko或归'关键金 factor Beautyade alltså 什么å! 整个厂一个 нужно移 都在这些干 tür 金火链 劳张两口水短的瓶